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洗澡嘛 你放心啊 等她洗完澡之后 一定马上过去找你 知道了 谢谢阿姨 对了 我有准备水泥 让靳伟带回去孝敬游 乖 原来妈喜欢吃水泥 我姐肚子里还有你的小孩 结果你在外面有女人 亲家母是这样教你的吗 当初你那么想取我们名利 怎么可以取到手以后 就不珍惜了吗 亲家母 别说我儿子没有珍惜你女儿 你女儿一天到晚都以工作为主 有时候我看不过去啊 跳出来念她两句 都还是我儿子跳出来维护她 替她讲话 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看吧 有人家当媳妇这样当的吗 亲家母啊 这事啊是我儿子不对 但 但名利多少也有点问题啊 是我介绍她去工作的没有错 但既然结婚了 就必须要多花点时间 经营自己的家庭嘛 就是说啊 你女儿一天到晚啊 加班加班加班啊 我儿子每天下班啊 回到家都看不到自己的老婆啦 你自己想想看啊 哪一个男人长期这样子 都受得了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全天下的男人只要老婆不在身边 就可以合理出轨咯 大人说话你小孩擦什么嘴啊 外遇就是错 错谁都可以指正 你明明知道建伟犯错 你们还让她这样继续下去 你们做父母的都不用反省哦